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张一新 其实有很多吧 有很多 特别是它的那个蝴蝶结的那个设计 如果这些东西出现在 不管是包上还是在衣服上 会觉得非常有设计感 首先来到北京开秀 然后我看到这个秀 我就觉得已经印象非常深刻了 这是来自于东方文化 跟西方文化的一种结合 所以其实体现出来的 不管是音乐的选择也好 还是整体秀的节奏把控也好 我觉得就是太赞了 它应该是所有的星座 都应该挺适合的 蛮喜欢这个小卡包的 挂在胸前也像一个配饰一样 我是一旁提示 对 就不能怎么吃东西 互相理解 互相监督 互相给力 互相支持 然后相互成就 这是不断地去接触新鲜的事物 接触新鲜的人 跟不同的producer合作 把自己的能够做到的事情做到最大 那我有时候会愿意把自己做编曲这一块的工作 把它放下来 去尝试再做旋律这一块 投入更多的精力 不管是编曲也好 做旋律也好 做词也好 还是整个音乐的concept的风格的把控也好 我觉得我都一直在 跟不同的人在学习过程中间成长跟提升 所以这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 其实跨界跨来跨去 我觉得就是 没有在专注在一个东西 把那个东西做到极致的问题会出现 你要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 一直保持不败之地的情况下面 你是需要不停地学习不停地练习的 说实话我想就是在某一个年龄阶段 我想自己给定一个目标 在某一个年龄阶段做好 这个年龄阶段你最想做的那一个事情 到了某一个年龄阶段你想转向另外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也有这个空间可以让自己去转型 我觉得这是ok的 当然不一定转得过来 我个人的排解方法可能就是放下手机 去看一看外面的天空 不一定一定要focus在那个网络世界里面 其实你跳出网络世界 还有真正美好的世界在等着大家 我就考虑去那个地方 来一起跳舞环中跳舞 希望你们注意身体 我想了解 我想知道他们最喜欢我哪一首歌 这是什么 这脱发脱发就脱了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吧 对吧 因为压力比较大 对没办法 实在脱了就脱了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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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